而现在台北市长选战可以说是战况非常的胶着 让一些成年往事也跟着浮上台面了 像是来迎这几天狂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的疫苗采购案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也跳出来帮枪说话 却也被卷进了选战的口水当中 而周玉寇昨天在脸书上面更是爆气开窍 要蒋孝岩好好约束自己的好儿子 否则将要公开当年蒋孝岩精华绯闻案的真相 对此蒋婉回应不不怕恐吓还有抹黑 喊话陈时中来还原疫苗的采购真相 陈时中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 这是他的决定 但我选择跟慈激还有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破火瞄准对手火力全开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婉要把陈时中和资深媒体人周玉寇紧扣在一起 我不怕那些恐吓抹黑抹红或抹黄 我相信台北市民的格调 面对对手操作陈时中可不认 但蓝云追打疫苗采购 周玉寇帮腔反驳俨然成了主角 怒火更被彻底点燃 要和蒋婉安纠缠到底 脸书连续几天爆气开枪 称蒋婉安乳秀未干 含话蒋孝岩约属好儿子 否则就将当年金华饭店绯闻真相搬上台面 甚至扬言接下来要用证据回顾蒋孝岩警华案 而自参选后 陈宁往事再被提起蒋孝岩不想多说 但赵玉寇所说的绯闻就是1999年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孝岩 早报外遇绯闻 两人在金华饭店约会 女方取得房间内重要证物 迫使蒋孝岩前下离婚承诺书 当时甚至传出女主角就是艺人王小禅 这些都是过去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想现在大家认为的是 应该要将过去疫苗采购 整个过程要还原真相 随时选战越打越火热 蒋孝岩也被扯进政治口水战 面对周遇寇步步紧逼 讲完能否站稳脚步成为眼下一大考验 记者陈铭华 持起台北参谎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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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